在台北報導 有一個八十站 有國來收藏的電動大客車 地匯充電系統 剛才說是環保 也能夠學校 替客運業車 先英文新聞兩席 公英醫是希望這套 系統可以應用在不留車 這是基隆車的電動車隊 把充電設備插在車 就能開始充電 告訴只要走進去 出來看營 沒有就我們知道 電充電到多多 免疫情要先保備 這個客棟 也不用點在車邊 拿彈拿垮 他會有控制 總量避免他過熱 所以說他現在自動充電 我們不用人在那邊看 怕說他那個總量超過 那這是最大的優點 我們等於是完全可以節省人工 一種人國來收藏的電動大客車 地匯充電核部系統 結合大縮股分析 跟人工地匯技術 帶來全主動化 跟全市大充電 在英文成本 令力支援 要有電力收名減一部分 可以優勢給客棟 入車最少20%的英文成本 並且應用電動車電池的收名20% 不管是構思成本 或者是建置這些充電樁的成本 相對都是比較高的 不過在油耗成本 跟所謂的維護的成本 維修的成本相對是比較低的 除了應用在的客棟入車 以後可以用在電動物流車 跟電動結領車 這種電動車座 國家上 充電的管理 可以特好多 所謂的車座入車 順便轉營 最電動化的電腦機 尤其是非軍流充電 更加是關鍵 非軍流充電 就是根據每一台車 不同的電量狀況 來進行不同的充電 那這裡面還包含到充電的時候 它的時間啊 其實是跟電池很有關係的 中學客棟入車的動態辦廟 以及中站的資料 讓重電白天更有效率 客棟入車說 以後將會繼續去重電站 嚴格在無的土地 以及台電的營電量 以及很多問題要的解決 記者綜合佈渡